站这站这站这 你男朋友来了 你们俩站那么拢干什么 来你们俩站过来点成吗 那哥们啊 你就站那站过来一点 好吧 行我知道你暂时孤单一下 来吧自我介绍一下 大家好 我叫杨维来自吴北 今天来干什么知道吗 我已经很多次向他解释 他就是不听 如果今天他再是像这样的 骨脚蛮缠不讲道理 什么叫做我骨脚蛮缠 是你自己一直在逃避这个问题好不好 而且而且你 我们两个在一起来了 你为什么从来就没有送过我香水 每个话都没有 我跟他只是客户 送香水很正常 你觉得有必要告诉你吗 客户有必要送香水吗 你可以告诉我 我都跟你说 你如果说不知道做什么礼物 你可以告诉我 让我来送 毕竟我也是女孩子 送你三手 你干嘛那么在意呢 有些东西 我就是在意 你怎么能送我女朋友香水呢 兄弟兄弟不要 这个事你跟你不清楚 我要解释一下 因为我跟你女朋友是客户的关系 啊 因为我想表示感谢她的 送香水啊 我不知道 其实我不知道香水代表什么 我只是想单纯的买封礼物送给她 知道吗 不像她 不像她一样一身一鬼 你不要听她 因为她最近压力比较大 经常的一身一鬼 搞得我 你又中我一身一鬼 那你为什么带她去请女餐厅吃饭 你从来就没有带过我 你没告诉我怎么带你啊 东西好吃啊 东西好吃你不带我去 那也不能去请女餐厅啊 兄弟你误会了 你知道吗 因为她 因为我们都 我们去的话 我们都不是单 我们都不是单独的 而且我 我没有私底下和女朋友去 都是很多人一起去的 那也不能去请女餐厅 你也不能半夜 背着我打电话 而且一打就一个多小时 你什么意思啊 都是被你逼的 我平时跟你说话 我什么时候逼你了 我平时跟你说 我教过你那么好 为什么你老是说我逼你呢 我都说我平时跟你说话 你说你 你说话很激动 我没法跟你说 你知道吗 我只好等你睡着了 之后我才好好的打电话 我聊的 而且我聊的是个工作上的事情 我我没有聊其他的什么感情 那你为什么亲狗 跟我说你喜欢他 对啊 你还说了 你喜欢他 哈哈哈 不是 不是 你是复读 你是复读鸡吗 而且而且人在那种情况下的 别而且而且了 不而且我问一下 直觉 不是你而且那是直觉 我们不说了啊 我问你 你说说你喜欢他你 你为什么要说你喜欢王方 因为我都是被他逼的嘛 因为最近 别逼你也不愿意说喜欢他 而且而且而且还更可惜的是 我给他打电话 他既然这里 这里的小名字怎么解释吗 我的 我之前我跟他向他解释了很多次 我说没关系 而且而且我一直跟他很 他很激动知道吗 所以他跟我 他跟我说在这的时候 我正好说我 我喜欢他 我喜欢他 你面色苍白 要不要喝口水 他真的嘴唇发白了 喝口水好吗 来来喝口水 喝口水 别急啊 别急别急 别急 生命更重要啊 生命更重要 来来喝口水啊 他满头的汗 解释不清楚了 一个人对两个人解释不清楚 如果说你今天没有 你跟他真的没关系 你就没必要唏嘘 心虚啊 一个说一个复读机 就没法聊 我跟你聊 我跟你聊 我跟你聊啊 你们烧烟物造 烧烟物造 那先平稳一下 你为什么要说你喜欢他 是一时的气话 还是真的有喜欢 没有没有 我跟他只是普通客户关系 那小美为什么说亲口 看见你跟他两个人 动作亲密 看起来是情侣 你看见了吗 你有什么证据啊 你 你看见了吗 你有什么证据 你什么时候看到的 小美给我那么熟啊 你让我来问吧 你对王芳 王芳没有一点意思 是吧 对完全没有 王芳对你有没有意思 不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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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这是苦能客客户关系 对 你信吗 我不信 所以 所以你发生那么多事情 又是 但没有一件 又是情侣餐厅 又背着我半夜打电话 主持人 你看他就是这样的 虎脚蛮惨 蛮不想到的 你现在还说我 真的我没没 他无语了 知道吗 他经常这样的怀疑我 他主持人这样说 你还你还这样 你要主持人自己说 你要看他 那你也不能说 这个跟我说你喜欢的 我都是说的 我是被你逼的 知道吗 我跟你说 你你要好好听 我解释过吗 我一说的情绪 非常非常激动 这样好不好 这样好不好 这样好 你站这来 你站这来 你想怎样 要不就给我一个解释 让我信 刚开始就说了 80%肯定他跟他有关系 那就是说 你认为你合理的解释 是他站在这 老老实实向你低头认错 对不起 我跟王芳真的有关系 是吧 是这个意思吧 主持人 他就是这个意思 你知道吗 是这个意思吗 要不要这样 是不是需要这样 不需要 那你需要 那你要怎样吗 但是他一直在回避我 他不回避了 你要怎样 我就问你 你今天把我给我说清楚 好 你要就把那个 你你你满足 你满足他一下 你就说我错了 我真的有关系 我错了 我真的有关系 好了吧 你开心了吧 你现在还这样 你看又不行 这样也不行 不是 你看老师这样的 我欢迎我 你要本事你叫我出来 你把话说清楚 我们四个人一起 我方我不知道有没有来 我们开开门试试看好不好 行不行 但你不准动粗啊 你对你的男朋友可以这样 但是你对别人无权 听见了没有 谁去开 我女朋友 我就开 对 找的还挺漂亮的嘛 你不要乱想好不好 好吧 喂 你这样子 好 你要站哪 我站在边上 你自我介绍一下 主持人好 大家好 我叫王芳 今年21岁 好 你手上哪里的事 这瓶香水就是这个 我能看一下 可以可以 我是没有用过的 你今天为什么带着它来 我今天带着这个来 也主要是为了把这瓶香水 因为这瓶香水可能引发了 他们两个之间的 所以我就是想乌归原主 把这瓶香水还给他 你当初是什么情况下 他送你的这瓶香水 当初因为我们本身也是一个合作伙伴 我在工作上帮助过他 然后后来他觉得就出于感谢吧 就再三送我瓶香水 后来我就接受了 再三送你就接受 那你是不是 你自己是一个随便的女孩 接受香水怎么随便了 你觉得一心之间 送瓶香水有什么可让大家 你就是不应该接 就算他再三送你 你也不能接受 对我觉得 现在我也是时候把这瓶香水 不归原主了 你现在还在帮他说话 你什么意思 我觉得现在 你现在是在污辱我吗 他过去的毛衣又翻了 知道吗 爱胡森又翻了 现在我把这瓶香水还给你 也不是我收价也不是 那你觉得我怎么办 才才让你不生气 对方方那你不能 我觉得这瓶香水 你们还是收下吧 我不能再把这瓶香水 我都是客户了 我都做 我真的不能拿下了 因为带给你们这么多误会 我实在是接受不了 我这边以后不能抓起来 我我不拿 那这样吧 好吧 都不愿意要 放过来 我也我也不会要的 我我送给你 师傅我现在变胖了 所以你嫌弃我了 他现在比我漂亮是吧 比我年轻是吧 我有说过吗 我有说 我有说 你看你还是跟他说没关系 你看你们娘刚刚多亲密 他娘 他刚怎么了 我就是不能忍受 所以我不管你信不信 我最后再跟你说一遍 我跟你男朋友之间 真的只是合作伙伴 我们也只是在 合作伙伴 你半夜打电话 反正话是那天刚好 是我们旅行上 有一个顾客好像有问题 在他们酒店住有问题 后来就紧急情况 我也是没办法 这个我理解 这个我理解 就按就是比如说 在旅行的过程当中 交接问题啊 紧急情况 这个车票问题啊等等 都很有可能 而且为什么 为什么我给你打电话 你一直在回避我 你为什么不可以出来跟我见面 你如果说你能跟我出来见面 我今天也不会这样 是我之前 是很想把这种问题跟你说清楚 可是每次一打电话 你都那么冲动 说我是破坏你男朋友 我都不知道说什么好 后来更难听的话 我都不知道怎么跟大家说出口 你现在是当那边 是不是把所有的责任 都推到我身上你 我就是跟你说最后一遍了 你是不是故意的 你们两个是不是 今天圈都好了 我真的没法 你干嘛呢 金丽 能不做什么 能有点基本的素质和礼貌吗 我这叫做实事求是 你实事求是 如果没有发生那么多事的话 我也不会这样 那行 那我们都走 你一个人在这说可以吧 好吧 你一个人说 来了不就是解决问题的吗 你的女朋友这样说 你相信吗 我相信 想一想 我真的不知道说什么了 不不不不 你稍等一下 你想一想 我想问一下 她是个什么样的性格 因为我觉得 我可能就是喜欢 因为我自己可能 我承认我大女子主义一点点 可能我希望男朋友 会比较听我的话 那么今天她来到这个舞台 跟她来到这个舞台来 你能原谅她这样的行为吗 我觉得我很难接受 我现在我不知道说什么好 我处于一个无语的状态 不知道说什么 那你还跟她在一起吗 所以这个我觉得 接下来我有必要跟你说清楚 我当初选择你是因为 你知道关心我 爱护我 让我觉得很温暖 可是现在我发现我错了 你瞒着我 你怀疑我 你背着我 跟陌生的人上舞台 我真的太失望了 我没有怀疑你 你没有怀疑我 没有怀疑我 你来这儿是吗 我也不知道怎么 就脑子一发热 耳根子一软 你就听尽力的就来了 王冬宏你 你现在不能把 人家是人家自己的事 人家自己的事 你再说话我请你 冬宏我今天 我跟你说清楚 我觉得我们两个之间 可能也需要静一静 我觉得这段时间 我们还是先分开比较好 好好考虑一下我们的关系 没有 我真的没有怀疑你 你给我一次机会 我觉得我今天说的已经够了 你不要 你不要这样 我就够了 别拉住 跟着走了 我来说吗 我来说的 如果我来说的 我来说你 我来说的